這邊第三場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什麼都別說 右下角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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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 終於有視訊 終於有視訊 這據說 這是台灣 對 第四場出賽 前三場好像都 不明原因消失了 前三場好像都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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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些 電腦設備或是 反正一些意外狀況就是了 現在 現在就那個 大家先暫時Focus在聊天室就好 反正這 內戰嘛 這個流換牌我真的覺得還好啦 對 就是要刷一個三角形的圖示是不是 沒有 應該是刷一排七啦 現在應該絕對是七起來了 七起來 我還以為是要刷一個那個 三角形的 特殊造型 這是這個 2018 0822 出埃及記 1P1 1P2之類的 1P2 好 不過一邊在閒聊的時候 我們順便看一下 其實雙方選手都是 使用了笑斗煞 不過假如大家有看牌組內容的話 牌組內容是略為不同的 台灣這邊帶的是 相對來講我覺得抽綠生物多一點點 對 然後最特別的是捨棄的閃電風暴 對 捨棄了一張AE 捨棄了兩張AE法術 我覺得這對內戰來講應該是有一些幫助 相對有優勢 而且這個棄手我覺得 在沒有輕狂的情況下其實 台灣隊這邊棄手算蠻不錯的 對 然後 中國這邊是 他們是放就有看到他們還是正常的配置嘛 有放閃電風暴 然後有放這張 風暴追逐者 風暴追逐者 對 就是可以直接檢索火山 對 在這套牌裡面就是直接檢索 所以相對來講是比較抗快的啦 對 所以 以牌組內容來講 我覺得台灣也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那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直接跳法槽開抽了 對 不過這邊會不會 假設你會有可能連跳兩次法槽的話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為這樣有可能最後會抽不完嘛 所以第二張可能就直接裸下控制技師之類的 沒錯 應該說這個法槽只要對面沒有對應到大地陣體解掉你的話 其實我每一層抽一張就夠了 嗯 對 就已經夠夠了 這裡沒有選擇解怪做打頭的話 相對來講是不是有可能會被閃電風暴解掉 喔 這樣也不虧啊 這樣也不虧 對 這樣也不虧啊 這樣算是節奏上 就是再下一張法槽繼續抽這樣 對 而且下一層對面兩飛 他一定不能幹嘛 哇哇哇哇哇哇 哇 這邊的騎手算相當的好處 這樣順起來了 順起來了 真的是噁心 好 不愧是這個視訓加持啦 視訓加持 對 整個節奏順起來了 好 那這邊 中國應該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基本上只能按天生技 左勒應該還是會打一下法槽 應該會打一下法槽 就為了下一回可能閃電風暴 或者是之後的二攻怪都有一點點可能 好 如果進了薩缸我覺得就丟 先丟薩缸吧 就還是讓法力曲線最順啦 而且保護法槽其實應該會比 青王來得更有效 效益 對 而且這個對局其實青王就 也只是多了一個 呃 去搶對手傷害 但是 對於勝負的影響其實比較沒有那麼有關係 就除非你是剛好二費準時下青王 然後在中期會有一些些的生物壓力 但因為 呃 雙方其實接傷法術都不少 所以你的生物還是很容易被掃掉 對 最後的獲勝目標還是必須靠效斗來做執行 對 不然就是如果你 兩邊效斗都失敗 然後你可能青王還是有個三五六次 對 那你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生物 對 去打戰場 也有可能是這樣 好 那這邊就2加3 而且我覺得3是 抽牌吧 對 3抽牌 不用丟生物了 對 不用丟生物了 感覺應該是抽牌比較好 應該抽牌明顯好 蠻多 因為控制機是有機會在後期搭配到薩鋼的時候 還是會把對方拉一隻怪過來 也可能有機會有使用價值 但是機率應該都是偏低啦 而且台灣這邊是配兩張TC-130的 好 抽一張 好 比較沒用 有濾到就好 因為排庫也領先蠻多的 這邊現在台灣隊抽率 相對來講是領先對方3 這樣 對面也是有在進行抽率 哇 那就直接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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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至少嘲諷還是要打掉 解吧 應該是解嘲諷加打頭 然後吃掉 我覺得 對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呃 也不用去貪控制祭司啦 因為 你這邊真的留了這個02圖騰 然後 未來也很麻煩 那你偷過來是圖騰也麻煩 對 因為說你留了10爪圖騰 結果偷了治療圖騰 真的相當的不錯 喔 他是連治療也有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 他也沒有要去用到那個 TCE30的效果 對 反正就打他的各種武士 所以你覺得 他剛才 有必要解治療圖騰嗎 呃 我覺得可解可不解 可解可不解 你搶了兩滴其實差別不大 對 跟莫承騰來說 讓對手場上有治療圖騰也會 卡他的 可能卡他的手牌 因為相對來講的話 治療圖騰能夠解掉 例如說自己的火山爆發 或者是自己的 震動者 呃 這邊剛好是4加3 這邊這樣也算是還不錯的 有在 對 也是 還有在遊戲中這樣子 好 這邊 呃 這個是拉第二張冰川 呃 1 1 4 1嗎 1 4先拉冰川 會拉到一個4 3的 4 3的冰川 蠻厲害的 然後大地陣擊 他們應該也是想要打 應該會打到大地陣擊 然後看血量有沒有辦法 湊到可以防火山 這邊現在是7嘛 7加對方檯面是 6 算6就好 對 算6 因為4加2嘛 13 所以你丟薩鋼加冰川 然後冰3 4 可以防火山 對 但是 防不了 TC130 不過你的生物也不是說平均質量很高 對 我就是可以考慮這樣打 可以先探一波血量 對 然後二來是因為 你現在的手牌也 也沒事做 你能有的主箭你也都丟完了 他們不打 他們選擇這樣 也沒問題 這樣也沒問題 就是他想要讓對方可以用火山解掉 因為其實 對方是手上一定有火山爆發 這也是可預知的狀況 那現在這樣的話 他會覺得說 對方假如加掉火山那也很好 而且 他很覺得說 如果 後面來 進了那個 佐拉的話 也可以再繼續提高自己的成功率 其實這個一費的薩鋼是可以考慮留著 就是 未來的 對 就像剛剛提的 一費的薩鋼可以搭配佐拉然後再 再打一次薩鋼這樣子 然後 冰川裂片 也不急著丟 好 好 好相對來說 偷了一張比較沒用的東西 而且因為雙閃電風暴都打過了 基本上應該 就 也就只有偷到3-5會比較好啦 其他我覺得應該也都 不過偷青王的話 你也不會想要在這個對局佐拉青王 所以我覺得也還好的 喔這邊是一個 直接 知道你沒有 閃電風暴 不知道 但我們有DK咧 但其實這個對局下 女巫好像 並不太好對不對 會 有影響到自己的那個成功率啦 應該說 他會很容易讓你的手上 塞滿法術 卡手 然後不好甩牌 對 其實這邊 因為剛好進了佐拉 我覺得也可以打 3-1-4 1-3-4 1-3-4 其實對面也是超級難處理 然後再加上剛剛提過 已經沒有閃電風暴了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也看到花鼠是 王2-1打 我覺得這邊進了佐拉 打1-3-4 還不錯 喔他看來是要 1-3-4這樣是幾十塊 喔他要偷喔 他要偷 偷回來 偷回來 偷過去偷過來 喔他是想要偷就對了 那他這樣子是 還是可以打1-3 他看起來要打 不過就不能再打1了 就是1-3 就是1-3 採邊就滿了 這樣的話 看來應該是 換一換火山爆發了 感覺他們應該 這DK也不會打了 應該是不會打 因為 除非等一下後期真的沒事 對 就是剛剛這一層算是 帥牌啦 對啊因為最主要就是 DK打完之後 應該說女巫啦 這個不太能算 喔這不太能算DK的 對這不太算 女巫女巫 女巫打完之後的 尷尬點就是 你接下來每次下生物 都會抽一些法術 然後有一些法術 會卡在手上 像是法術石 嗜血術 這種就是高費的法術 都會讓你有點 沒辦法 適時的 例如說像你想要做低費的 像剛剛提的1-3-4 這種低費生物 打出來 對那 這裡可能要算一下 他的火雜爆發解的完嗎 就是兩個撞撞 然後再自殺 上面6 下面17 上面其實應該算5 因為惡意會自殺 然後 17 所以再減3 應該是不行 14加5 19 因為下面其實就15的低了 對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 我覺得就丟嘲諷就好啦 欸你可以佐拉嘲諷 佐拉嘲諷 佐拉嘲諷 喔 喔 喔 還會再多一點 那我幫他打16應該已經行不完 看剩誰 哇 欸這還蠻厲害的欸 有各種 各種這個血量的掌控 這好像可以再 那這邊可以打治療之魚搶血 對那這邊可以打4 3 喔先打3嘛 沒關係都一樣 都一樣 喔這樣可以搶到血 而且搶不少 偏賺欸 偏賺 而且這個治療完好像 火到爆發接下來好像還是解不掉 因為 喔因為你有一個那個45的 對有10滴血的血人 這個青王暗閃過的 然後這邊補血是443335嘛 也就是說換完之後還生1加3加4 檯面還有8 所以等於有18滴血 對 這樣子我覺得 好像要因為 雙青王贏了 對而且18滴血完還會再加個圖騰 可能是20滴血 然後 翻到治療圖騰的話 會再 再更多 再補兩滴血 對 沒有應該也可以丟 對對對 我覺得丟 丟生物還是比較好 給壓力這樣 對因為圖騰太麻煩了 然後冰川 也有4攻啊 嗯 這樣場攻其實 22欸 其實很高欸 然後 呃薩滿這邊 算是只能發呆 我 我感覺上一層好像 可以不用火山 對對嗎 應該說他火山 然後又 因為火山本來就是一個 正常來說你可能會期望是 清掉場面所有怪的法術 可是剛才其實 會留下3滴 3滴 4滴血吧 對 4滴血 呃 1 1 2 對 4滴血 不過也還好 因為他們覺得可能剩兩隻怪就還好 只是剛好是剩三隻怪 比較麻煩 不然他如果選擇是先丟薩鋼 然後 呃左拉薩鋼的話 然後看可不可以趕快進DK 或者是生物交換完之後 因為下一層 他也 呃台灣這邊也沒閃電風暴 對 所以合理來講 那些生物一定會交換到 對 交換到之後血量就會壓到你火山爆發可以全部解完的狀況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有點 上一層有點太急了 那個火山有點太急了 對 喔 有 這樣子 這樣子 的話 怎麼又好像可以稍微交換一下補血打頭 或甚至全打 呃 例如說40 可以全打頭吧 感覺 要交換頂多交換佐拉而已 就佐拉換佐拉然後補血 然後大地震擊也可以那個 對 好像可以交掉了 稍微看一下就是假設 對方留一個冰川 然後佐拉換佐拉的話 好像還是可以躲過火山爆發對不對 只要你有補滿的話 基本上一定躲得過 因為你有兩個薩鋼 喔對 其實如果你也可以交換然後 補滿啦 不過應該還是會希望能打頭就打頭 喔 喔 他們在想要不要3 2直接換掉 嗎 這樣沒有比較好啊 感覺還是4 4換掉補血 除非他不想要交 補血 可是這個對戰來說補血其實用數還蠻低的吧 對對 而且 在現在這個局面來講應該是比較沒用的 OK 對對對就是讓血量最高啦 少踢一點血在頭上 喔 然後這個如果打出去我覺得也不錯 反正 怪 呃 戰吼有就好 嗯哼 這裡對面應該也是直接就 all in了吧 4 3 3全丟了 4 3 3 然後看下一層有沒有辦法進6 再撐一回合 對 再丟9 他可能要先拿火山爆發才有辦法 火下來吧 但他 現在一turn只能進一張牌了 對一陣子只能進一張牌 對阿 不然他就是要 直接 秀斗龍然後 tc130幾次 也才一次吧 一次而已 對阿 那這樣也不行阿 呃 冰川好像有3 對冰川有很多次 是 但我覺得還可以再歸一turn 嗯 因為你這邊先丟薩鋼的話 你還會再多一隻9 唉唷 喔 會拿火山 這樣就會固定拿火山 他頭撇了一下 薩鋼被偷走 應該薩鋼被偷走 喔 不是是他拿到了那個 他直接拿到了另外一張笑斗龍 喔 對對對對 他已經丟過佐拉了 不過 他沒有震動者就是 其實他佐拉拿到的機率也只有 二分之一 對只有二分之一 可是其實 然後如果你先tc130的話 還會變成三分之一 是 沒有二分之一 對 欸這樣怎麼算 因為如果 欸等一下 就如果你有先薩鋼的話 嗯哼 然後那 不管佐拉是二分之一嘛 就是先薩鋼或先佐拉 因為他先佐拉就沒了嘛 對 所以要先過一關二分之一 對 然後如果你不信tc130先觸發 嗯哼 你要再過一關二分之一 對 對 這偏難算 這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幾分之幾 呃應該 欸 沒關係我們事後再來算 對 但不管怎麼樣就是其實 丟這個 偏勇敢 呵 可是應該相對來說 就是他已經很劣勢了 對對對 就是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撐一turn啊 對因為你 剛剛如果再拖一turn的話 是插在你 多一個薩鋼 對 對 那已經這麼劣勢可能就直接 因為你有這麼多冰川獵片 所以如果你的 九費的龍 是可以一直拿的話 嗯 那我覺得你的成功率 再高一點會比較好 反正你28滴血 下面也打不死你 對 這邊雙青蛙 哇不過 然後 他不想動那隻青蛙 因為會干擾到他的左拉 呃然後也會讓火山爆發的血量變多 呃對其實就是流青蛙的好處是 左拉可能會拉到青蛙 然後或者是火山爆發場上怪血量也比較多 所以不解青蛙 應該是比較好 然後因為現在對方可能 成功過 然後 喔 我真的感覺我們現在 下方選手 在視訊各種抱怨 對 這又又靠 喔 不要鬧了好不好 你又可以 2分之1你又可以這樣 你知道他剛剛那個是要先2分之1 然後如果不小心再2分之1 再2分之1怎樣 啊為什麼他可以拿到九費 幫他配音一下 幫他配音一下 讓大家比較有點感覺 喔 不過我覺得 呃 剛剛台灣選手這邊這樣打的一個壞處就是 會給對方有比較大的喘息攻擊 他就 因為你既然不解青蛙 那代表說你沒有 要想要靠檯面生物打過來 那我就 又可以再做一些其他事情 我就沒有被逼迫說一定要再裸下一次 小飛也小飛 對 那 現在這邊這樣的話 呃 煞缸還是都解掉 應該就解兩張煞缸 然後 不然 我們就算如果他 下一張進行677了 對 就是這樣會很麻煩 這樣他效忠就幾乎變100%成功了 對 所以 應該勢必是要解 如果 打女 打女巫的話 對 真的想要女巫也是另外一種可能的方式 對啊 只是打女巫的話會 對面可能就會直接再丟出來 而且這樣子的話 不能打女巫 因為打女巫 對面 丟9 沒有 對面丟9是有 呃你火燈的話會把他解掉 因為會有3 4隻笑斗龍 4隻笑斗龍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好像不能丟女巫 丟女巫是不是解不完啊 4隻笑斗龍是 24滴血 場攻你會剩下7 可是你會被冰住 喔對你還會被冰住 不過這邊 這邊有點太難了 這邊有點太難了 所以對方是有 打過3隻笑 打過3隻煞缸了吧 而且他一定敢丟 因為他再拿9費的機率太高了 這個是我們的新傳說 法術可以用兩遍 當然 看來應該是 不需要 對啊這邊可以直接丟9吧 因為 他成功率其實 比剛剛 3隻煞缸 欸等一下是3隻煞缸還是2隻煞缸 3隻煞 3 沒有有一個是偷到了 所以是2隻煞缸 所以2隻煞缸 對2隻煞缸 那就18滴血 18滴血加2次冰嘛 對 可是如果4 這4E跟3E被冰住的話 火山就不好解 對 但只要1個沒被冰住 其實要2個都沒被冰住 才能夠解掉 這樣好像 好像對方其實 對 直接丟了 那就來看一下這邊 欸 啊 成功了 然後 這樣就看冰 欸其實這樣子 只要成功的情況下 不管有沒有 欸 欸 喔3個冰 3個冰是3個冰 但是 喔不太喜歡冰臉 這樣子有點尷尬 不過也還好 只要上面 這邊 震動者不來 然後 這邊有辦法守住的話 呃這些嘲諷可以再扛一下的話 嗯 下一張進效斗 還是 還是會贏啦 還是可以 對還是有機會贏啦 再拿一張 喔 喔 這個這樣也可以 就等於是下一回合 對有機會直接打3加5 可是這樣的話對方效斗龍 一定會偷到東西喔 對 而且 欸可是他有可能會 他反而有可能會 因為偷到東西 而拉不到效斗龍 對對對 所以這裡的選擇有點微妙 是 我一定是先換一換 所以你會選擇不要偷東西 一定拿效斗龍 因為我們打穩一定可以再拿一張球 你沒有理由不拿 對啊 其實沒有理由不拿 那就是這時候再打就好 不偷東西 但是一定拿效斗龍 偷東西對你來講已經 意義不太大 對對對 那我就看這邊被冰多少 如果沒有被冰太多的話 搞不好還是可以清啊 欸欸欸欸 欸 啊 這個這樣清得掉嗎 坦白講 有點難算 痾 痾 好像有機會 閃電風外加火箱爆發應該是清得掉 對12 就我們都當扣2好了 對面就是12加4 16嘛 所以剩4加上一個交換掉 16加3 所以是19 痾 其實不行 就是很衰的話會剛好不行 最衰的話會不行 但是其餘狀況都可以 對 因為你還有閃電劍可以補3 所以只要有一個不是打2 就可以了 對 那就解 吧 好像只能解了 因為你只要一直不解的話 他的效斗龍是一定成功可以再拿到 對對對 然後解完之後 在接下來兩天內 你也一定要抽到你的效斗龍 對 不然就淘汰 或甚至講說 不 先姑且不認對方效斗龍是不是會成功 你不解的話 你的頭好像直接要爆開了 喔對啊 就是你會直接被這 這個 六匹龍打死 六匹龍 那應該就先閃電風暴吧 對 然後就 不要都餓都好 撞 兩滴血龍 撞的話是 海 喔對 撞最多滴血 對撞最多滴血 撞被2滴血 撞完 好 那也成功了 紅豆包應該就直接解完了吧 呃 3 這我不知道 我剛來不及算 是不是要先閃電劍才對阿 不過 沒關係 他只會剩1滴血 所以他有可能 有可能是剩自己的 對有可能是剩自己的 好 好 這邊就只能這樣 對面就 再丟 這邊再丟的話 那反正 成功 很好 沒 對面失敗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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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個問題是 對面即使失敗只有3隻66 這還是蠻大的危機 就是血量壓力還蠻大的 沒關係 這樣就是有機會 來 再拿一個法術 欸 嗨 沒啥用 好好 欸 喔 還好還好 還有沒有接近 還有一張的機會 不要 不行 不行 好那我們就是應該 他這 他這可以打那個阿 3加3阿 他應該會先抽吧 對他就直接抽了 欸3加3是不是丟不出來阿 喔可以可以可以 是3費嘛 對啊是3費 可是他這樣 沒有他這樣可以抽兩次阿 對他可以抽兩次 喔可以可以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開始敗了開始敗了 開始敗了 敗一個敗一個 哎呀來自這個埃及少女最純真的祈禱 最 最純真的祈禱究竟有 那你覺得現在台灣隊這邊的祈禱 這要祈禱什麼 喔 笑斗龍阿 直接進了 可是 我們也有冰川阿 可是冰了兩次嘛 還有控制祭司嘛 就也可以冰四次 然後偷一隻 然後 補 補12血 補6血 打兩隻笑斗龍嘛對不對 對對對 來了 最純真的祈禱 究竟有沒有成功呢 發功有沒有用 來 哇賽 很 像 真的是 太像 對 這個 哇賽 好像 還是有 我想看 他一定要拿出 先偷一個 先看一個法術 拿 治療之餘 治療之餘好像還活著嗎 活著嗎 治療之餘 還在遊戲內嗎 偷66 15 好像還活著 那 再 再打個3 喔 鐵拳 呃不行 呃 鐵拳加冰起來 可以 好像 2 4 就上帝四角可以 對 上帝四角可以 然後把它冰住 對 然後下一層再打那個 呃 靈魂迴響 然後6-6 自殺 我們就拿到笑斗龍了 不需要靠收牌 然後大地正極回家 結束 對 這邊就 欸 挫斬嗎 挫斬了嗎 應該是不太可能啊 好吧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阿你又 對於少女的表情 這個 可惜 純真的騎到還是沒有成功 沒有 那可能就是這個人不夠純真 開玩笑 開玩笑 就沒辦法 運氣不好 排序的問題 排序問題 就是其實剛剛前期來講 台灣隊這邊 算是有 站到滿大的優勢 不管是抽牌 然後親王跟台銘壓力 可是關鍵就是他的 笑斗龍一直沒有來 其實這個就 內戰就是這樣啦 就很像說 像之前 嘲諷德內戰 欸 我就放滿 我放兩個942 對 我放兩套的 然後我也沒放終極瘟疫 對 可是你都只放一套 阿你先向心了 那我還是得輸 對 就是向心先來就結束了 對 有點像是笑 有點像是在跟之前的五八木也是一樣 對 我遊舞 有八阿你 你抽牌放的再多 我準時五八 你還是要回家 還是要回家 對 就是沒辦法 而且剛才其實對面是 連震動者都還沒有打出來 但光是靠佐拉 就完成了笑斗龍的 連續來回一直回手這樣 對 算是 對面的運氣是 挺好的 挺好的 對 好 那我們這邊 先中場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喔